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国泰释华的这个部分对于相关的说法没有正面的回应 但是表示如果特征组要来调这个录影带 就是吴警帽到底有没有在红杉军期间 哪一天不知道那红杉军反正就一段期间的录影带 调出来看看吴警帽到底有没有去颁这7亿4千万的现金 如果特征组金管会来调的话呢 依照规定如果带财保存的话会提供 对我不知道银行的影带会保留这么久 没有啦没那么久 顶多是半年而已 顶多是半年而已 过去更糟糕过去只有两个礼拜 只有录影带的时候两个礼拜 后来有数位的时候可以维持到半年 现在能不能推升到一年 这个我们还不知道 至于说7.4亿的部分还有2亿的部分 那很大的一笔金额进进出出 虽然大家讲是不是现金 现金也要很大的一个仓库在弄 那金手的一定很多 那假如是要从银行提领出来的话 我们跟各位报告 所有的银行一早上开门 它的现金的金库里面不会超过3千万 过去我处理几个案子 他们都说我明天要去你这边提领5千万 那如果这个总部呢 国泰世华总部 那总部就另当别论了 他是讲国泰世华 没有讲说是哪一间 对 假如分行的话 不应该有这么多钱 那我依理我的看法 这个 这个言大这种态度 面对司法这种态度 这等于是抗拒从严 特征组 加把劲 其他的相关 所以跟估重量的态度并不相同 不相同 不相同 当然有不相同的待遇 对不对 那这个案子要压 我觉得你动作太急了 应该就是说 把这个杜立平的部分 先厚在手上 先监控一段时间 先看看元大那边的反应是怎么样 那我相信 在约谈那个杜立平的时候 可能元大那边的人 应该都被监控了 那监控应该有新的市政 要升压 杜立平没办法升压 那升压他元大家里的人 谁出的钱 谁赔的去嘛 这个就是行贿嘛 是不是 不要把它变成说 不违背职务的行贿 从这方面来找手 我有稍微不一样的看法 我觉得元大 这个第一次进行人的回应 一定是跟内行的专家 法律人讨论过的 他今天讲这个话 起码基本上无限轨迹 无限轨迹 对 因为他说这二十亿是一个大股东 外资 外资也有大股东 外资不会做这种事情 这一定是跟经营权有关的大股东 所以四省你知道的嘛 你够先你来说的 但是他这样讲没有错 没有错 大股东 一定是马家的人 对 那第二点呢 他说七点四一没有进出 所以谈不上理财 我也同意 这七点四一也许就是进仓库 进金库 进什么库 他不会入账 他不会在什么定存 活存 什么存 所以他也谈不上跟他理财 这吴淑珍只要躲一躲就对了 那你要他理他干嘛 七点四一也很难理 这个是杜立平的说法 就是说吴淑珍透过杜立平 你告诉袁大叔 那这笔钱既然就借放在你们那里的 就帮我理财一下 没有那么简单 天下有这样交代的 我的钱不晓得只有他的一点点之一 也好比几百万元之一 我要教人家理财 也不能这么交代的 还要签别 不能这样交代 要怎么立法 他家太多了 所以你看 你看我们叫贬家签海外 什么查账搜索是海外 国内都查不清楚的查 还查海外 好笑 那我同意玉琪兄刚的分析 这个别好上人 的确是四平八稳 沈医师讲得也没错 如果跟公司有关的话 那就叫背信 他当然一定要跟公司无关 那大股东的个人行为 就不构成行贿吗 行贿虽然罪不重 可是如果特征组他的大目标 是要办这个陈水扁跟吴淑珍的话 你行贿会会不会构成 你等着看好了 他承认了啦 这个 这承认有嘛 7亿4千万 但他承认有这件事 他不承认有行贿 对他们从头到尾 袒虎也没承认行贿 对对对 就有这么两亿的水果盒 那这个7亿4千万 一台车是债不下的 因为蔡振远他讲的那个 镇森池赔的压车的那个 但是在宾市 一亿 只能装满了也是一亿而已 那你要7.4亿的话 那是车队啊 车队 找花车来算了 所以这个杜立平 还有包括这个袒虎律师讲的 我觉得也只能参考 到这个时候你说一台车 你是开什么车 你开大巴士 这样再载 不可能嘛 但是这个钱查得出来吗 如果这个不用任何的授权 这在我们国内 不用也不用透过什么金管会 特征组就可以处理的 如果这个9.4亿 还查不出来的话 那特征组就丢脸 脸就丢大了 9.4亿 这个2亿加上7.4亿 钱都是在国内 没有跑到海外去 这个简单啊 后来也没有跑出去不晓得 可能已经跑到海外去啊 对… 但是那个节股也 2006年的节股 昨天就是说传出来 是搜索金控公司 但是大家都不承认 陈云南也不承认 到很晚的时候 才说是约谈的杜立平 而且要有权亚 所以很清楚 我觉得就是说 讯息非常清楚 就是跟袁大是有关的 袁大刚刚 就晚报的报导的话 就是他承认 有这两亿 那这两亿是 也是佣金呢 还是礼金呢 还是汇款呢 礼金 他没说嘛 他没说有两亿 说有两亿 是大股东个人的行为 个人的行为是要做什么 还是他们家是金孙 还是金孙女 不知道 就是两亿是做什么用途 你想想看做什么用途嘛 农团一块地就要给四亿啊 这如果没有对价 你凭什么用途 交个朋友 对啊 他也说 他说做一个 一个结婚礼金也600万 这两亿超过600万 超过太多嘛 这是做什么 这比一样用途 没有讲清楚 第二个就是说7.4亿 7.4亿我觉得不难查 如果是放在他的仓库 还是说他有金库 有什么私人保险屋 私人保险屋了 不是叫私人保险箱 私人保险屋 放在里面也可以查 搞不好昨天都查了 因为昨天有五个检察官 还有十几个事务官 都不讲去查了什么东西 到目前为止不知道 去找钱 对 只要去找钱 他是怎么现在变讨债公司 对 当然就是说 杜丽萍在生亚庭上讲的话 当然说会 你看特征组没有去抗告 也让他交保了 我想某种程度来讲 是我想他可信度是有的 然后他被交保 那至于就是说 他牵扯到国泰跟元大这一部分 我想特征组手中 也应该有些东西 只是第一时间就你讲的 他必须要在行贿背进家 这样骚来骚去 骚来骚去 我跟这些都无关 但是他说不清楚 两个都已经出去了 两个是冲写的 可能过了不久 特征组会出来开记者会说 有人答应要把这七亿四千万 汇到台湾银行的高检署 指定帐築边区 对 希望很快就会有这个好消息 先进广告 就是